上海最老的羊肉馆 店内烧羊肉的老汤 几十年不换 过来品尝的时刻排起了长队 哈喽大家好 我是王秋库 那么现在就跟着我镜头 我们一起去品尝一下吧 走了朋友们 那么我现在在普陀区的 真卢古镇这里 又刚起了长黑 撒利发羊鱼最残名 那么真子羊鱼呢 肯定是打孤大街边的 我们看到冬天 过来真卢这家羊肉店 挺名美食的朋友啊 还真不少 店里呢 已经是做的扑扑满了 哦呦 另外排队还有一长串哦 那屁话不多讲了 我也抓紧排起来 这家羊肉馆啊 刊报道说 也是上海最老的羊肉馆了 它是1958年的时候 真卢镇上六家羊肉摊 合并而来的 虽然合并后的店铺 年纪只有60多岁啊 但是真卢羊肉的历史啊 可就久远了 最早可以追溯到 清朝乾隆年间 我前面排队十多分钟 买了大蒜炒羊腰 还有红烧羊肉面 一共是82块 买好之后这个票子给服务员 然后找好位置 隔壁耶稣阿姨非常会吃啊 点的是这家店 最受欢迎的白切羊肉 说是每天能够卖出500斤 除了白切羊肉 白切羊肠 羊肝 羊杂 也都是非常畅销啊 好了朋友们 那么我点的红烧羊肉面上来了 它这个羊春面和红烧羊肉是分开的 我们看这个羊春面啊 一缕一缕的 羊肉也是非常少见啊 一整块用绳子扎起来的 好我来给它松松绑 这个绳子一拖就下来了 好我们先来尝一下这个羊春面啊 底下这个汤我们看到也非常浓郁啊 吃上去面条比较Q弹 而且吸收了这个羊汤的味道啊 还是蛮鲜美的 品尝完原汁原味的面条 我们再把这个羊肉给加进去 不知道我这个吃法对不对呢 它这个红烧羊肉的口感啊 不是很柴 但是呢也不是很酥软 比较适中 一口吃下去 它本身自带的羊肉味很香 但是呢不删 比起筋肉 我更爱吃这个肥肉啊 肥而不腻 如同在吃胶原蛋白一样 然后混合了酱油汤的这个羊春面啊 吃上去也是更有一番风味 哎呦 那第一次都说不凉了 什么意思呢 我说不凉了 我说不凉了 我说谁生羊肉了 我生了什么 这等于都能够羊肉 我生了羊肉 我生了羊肉了 我生了羊肉 羊肉了 你生了羊肉 嗯 我生了羊肉 谢谢你 这是网球了 你吃了 嗯 我拿去网球 青山牛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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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呢 我再来品尝一下这个大蒜炒羊腰 这个菜我还是第一次吃啊 这个羊腰处理的还是不错的 没有一点骚味 口感也是非常有嚼透 一点都不老 韭菜吃上去也是脆脆的 那像这家店羊肉的做法呢 也是老早一直传承到现在的 很多人都说店里那锅炖羊肉的老汤 从开店至今 也就是说这汤里面少说也有几万只羊的精髓了 而且这锅汤只有晚上才会出现 到了早上就会被配方传承人带走 而这个传承人的名字至今也没人知道 说是核心机密 其实蒸炉镇上原本像这样的羊肉铺还是非常多的 但是两百多年来随着一批又一批的载羊 烧羊老师傅先后离去 蒸炉羊肉的古法工艺渐渐失传 因此真正掌握蒸炉羊肉核心制作秘方的人 其实已经是越来越少了 对于现在的蒸炉羊肉来说 寻找接班人已经成为了蒸炉镇 乃至普陀区的重点项目之一了 不过时至今日 这个项目仍旧还是一道难题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希望蒸炉羊肉这样的老味道可以传承下去 毕竟羊肉这样的美味真是让人欲罢不能 好了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那么大家有没有来品尝过蒸炉羊肉呢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秋库 喜欢秋库的也可以点关注点个转发 我们明天的视频再见吧 大家接位